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7月19日星期一 接近中午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先生 一个人回来继续跟大家做节目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影片 留言最紧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香煲 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到来想说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 最新看到一篇很搞笑 叫做《时代的行动者》的导演 导想的导 言论的言 可能大家发觉 李立峰这个名字好像很熟 开宗明尔 这个人其实非常黄 叫做黄到饱 为什么他的名字那么熟 假如你有听我们 蒙向编辑部有关于 提到 电单车黑暴案件里面 后半段 因为我们都做了颇多节 是这一单案件的 后半段的时候 就轮到 辩方的专家证人出来作工 或者说一下我们的报告究竟是什么 接受法官 或者 控辩双方律师的 提问 他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辩方里面的第2号 专家 证人出来说很多 他就主力是负责这个叫做 数据的方面 和一些分析 资料 研究报告等等 他做这个辩方 专家 都可谓 如如得水 因为这个人 黄到饱 他当然想帮这个电单车黑暴案 的伙子 打得脱 最好了 亦都想 希望借着 这件事 可以 令到社会 他的角度来看 明白 光时 或者这帮抗争者 好像英雄 讲到这个位 未正式讲他这篇什么差事 时代的行动者 之前 想讲一下 很多时候都是 这些教授 可能真的大多数时间 都是留在 中大 本身的工作可能都很繁忙 教学也好 学生也好 对于 行政的工作也好 亦都被称之为 留在 象牙塔 哪怕你 收到的资讯 当然他这篇时代的行动者 其实都写得 过去 现在与未来 将这帮 黄友的东西 都写出来 但是 他是一个中大人 你看到 这个所谓的 中大保卫战 你看到这帮暴徒 在 中大所做出来的行为 你不去 譴责不得 你还觉得这帮人 是合理 还是 跟其他黄友 一样 是觉得政府 逼成他们 逼到他们要这样做 他之前 也写过一些文章出来说 例如去到那帮人的 最狠的时候 他也写过一些文章 类似是说 警方 和 那些暴徒 武力方面的不对等 例如 为什么 为什么 要用莲子羹 那个 健仔 红仔 鸣 西湾河 凌波 微步 还有一个 还想 出鬼影琴拿手 抢 那些 所以才请你吃莲子羹 你 完全 不看那个原因 只是看那个果 结果 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将 警方 和政府 所做的事 就断定为 是 不对的 这些完全不看 原因的 就是 选择性失明 我不知道 大学的时候教书是怎样 因为有些人是这样的 虽然 他有那个政治 取态 或者有自己的个人情绪 我不知道 多不多朋友是教书 如果当你试过曾经去教书的时候 当你 真的踏入个课室 面对着 同学的时候 跟他们说 Hi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什么都好 他们一坐下 或者你步入课室 那一刻 你是完全 能够将自己的这些东西 撇得 一干二正 做回个真真正正的 你应该 要做的 教徒工作者 应该要做的事 当然 有很多人都说什么 黄丝 就是黄心黄思想的老师 有钱黄 什么黄都好 这些就是 他们可以大胆说的 他们不够叫专业 再说回李立峰 你看到这些 暴徒 什么中大 保卫战 你见到 你亲亲 感受到 在这个核心里 因为中大 你都不谴责这些人 还支持他们的 行为 这些是不能够接受的 在我的角度来看 相当可耻 你没理由不知道 什么叫做二号桥 那些霸着的二号桥 他们就说 扔 扔 扔一些 即是吐露 降公路 高速公路 记住 目标就是 以 挟持 这些人 的生死 来 来到要挟 政府 要答应 他们的所谓的 民主自由 但是那些什么民主自由 五大诉求 其实 全部都 很多都是虚无飘渺 还有一些 五大诉求 政府已经 已经 说了 不会再答应 你们要用一个这样的手法 去逼政府 将其他人 不管谁 他们的生命 绑在你们的争取民主的战车 有没有问那些人同意 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人 当他们 做的还好像英雄 李立峰就是其中一个 还觉得 是政府逼到他们要这样做 相信这些人 很明显 那个人格 和那个道德 都很有问题 这个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事 你不可以跟我说 他们 社会逼到他们 很难 不是这样的 拿你家人的命来 交票 行不行 如果他们 推 那些东西 令到 公路 发生意外 到时有什么事 是你家人 行不行 你家人在车 行不行 是吗 到时 为什么 你家人出了事 他们忍不住 他们 争取民主 算了 行不行 没可能 你根本上来 不会接受到 那你在车 行不行 好吗 不如你在车 你这么为了 争取民主 好吗 你坐在车 让他们 推些 转到这里 好吗 那就够轰动 好吗 那个不是你 说这些东西 是很不负责任的 李立峰其实 也是一样 你说这些话 支持这些人 变相去 包庇这些人 其实你也是等于 这些的 帮凶 言归正传 回来讲 这个叫时代的行动者 他怎么看 这些人很贱格的地方 是什么 他将 那些人 的暴力行为 破坏行为 强水弹 撕了 营毁 烧了人家铺 这些 他是选择性失明 完全是 看不到的 例如 那些什么 打烂人家喜茶 烧了一家小米 优品360 美心 这些 最惊人的行为 和理非 霸了机场 富国豪 侮辱他 十字锁 锁着 其中一些人 中国来的朋友 这些完全是 视而不见 是吗 他就说 他说要找回 2019年 为什么要这一堂 这些背景 脈絡 就不是很难的 他以 2003年 七一大游行 来做一个 起点 说香港人 就进入了 一个社运年代 或者叫社运社会 集体行动 数量上升 什么组织 参与这些 团体 就越来越多元 越来越多市民 在那个时候 开始 的 意愿 都认为 参与这些游行集会 或者 就算不理参与 都认同 是一种正常 合法的 意见表达方法 又说 随着这个民主化 进程停滞不前 社会资源分配 不均衡的问题 等等的持续恶法 政府的施政 也都未能够有效 吸纳 和回应到社会上面 多元的声音 也都说了 他们的抗争手法 和力量 越来越见激烈 2014年 的雨伞运动 我想 出道用这个 叫眼泪弹 大家都觉得 很惊讶 是吧 当时 他们用雨伞 挡住 催泪弹 那一幕 是的 所以 叫雨伞运动 因为 看到 当时 他们不是一个 全副武装 不是全黑 有猪嘴 都准备好了 那时 14年 我不是认同 14年 他们做的事 但是 画面上 起码看到 那班 2019年 是瘋 有备而战 14年 那次 第一次 放 多数来说 他们 比较平民 但是 他们这样做 已经不对 后来 还佔领 道路 实践 公民 抗命 后来雨伞就静了下来 他说 意识形态上就变成更加激进化 有本土派的武器 光复行动 去到16年 旺角的鱼蛋暴动 之后 又有些什么 港独的思潮出现 提到港独 这人 李立峰 他在法庭 说 关于 黑暴 他觉得 光时 即是什么时代革命 就不一定等于港独 如果你觉得 这八个字 不一定是代表港独 其实你回答一个问题 会不会有人 用这八个大字来代表 他们争取港独的 形式 就是要 或者他们的意识形态 能不能够代表到港独 即这八个大字 背后的意识形态 不过算了 法庭 他们又没有这么说 这是一件事 如果我在场 我会这样问他 这八个字意识形态 可否等同于港独 他们争取港独的时候 可否利用这八个字 成为他们 意识形态背后的行动 那个纲令 行不行 是吗 怎样去港独 怎样去完成香港独立 这八个字就是他们的中心思想 其实都可以 是吗 后来又说 15年到19年 有DQ 候选人 又说 取替 民族党 古灵精怪 表面上 那些人 就进入了 叫做 休息的状态 动员力的大减 无力感 当时的黄之锋 都剩下了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很威梅 还被前友台说 他们是 白火的 乌斯灯淡 没有暗而无光 那现在的事后 孔明 李达峰就说 其实他们 以各种方式 建构 保存着 社会网络的资源 为下一波 社会动员 提供基础 网络是不断会发展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网络2.0 网络上的发展 Facebook 都会 每年讲一下 我们的展望 是怎样 遲些会 怎样交友 建立 社群 都是一种生态 大家利用Facebook 或者 其他不同的 社交媒体 LINE TG 等等 慢慢形成了一个 网络上的社会 其实都有 其实不一定是关于 社会 社运组织者 这些不知所谓 事后孔明 你现在说出来 觉得他们好像 很有组织 但其实不是 本身有网络的生态 年灯 什么灯 那些 刚刚被他 什么海鲜撞棍 撞到 什么 提到一件事 不能被预测的时候 很快就会来了 谁知道 不出两个月 逃犯修订条例 争议出现 不够半年 真的 一身大爆发 2019年6月612 6月612 严格来说 6月9 这个时代的行动者 很明显 就是说 这帮人 时代革命 他们 时代革命里面的行动者 即是 他继续再说下去 他说 2019年 这件事情 毫无疑运成为了香港历史里面一个关键的事件 气候、港区国安法的立法、移民潮的出现、激烈的行动、常态化 这些相当相当贱格 你说什么激烈行动? 什么是激烈行动? 倒路、大肆破坏、喷字、起底、连笼隧道 有些是在荃湾、在不同的地方收藏会爆的 这些是什么? 有没有看看?有没有说这些? 光成者那些? 这些不说? 这些人最恨人憎和可惡的地方 就是把他们觉得最骚髒的那些 撥开在一边 等于黑技一样 只拍着警察拘捕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的样子、痛苦的表情 令到一些人觉得他们真的很惨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这些人相当可惡 再下去 令到连锁效应 又说学界需要一场规模庞大 结构复杂、行动多元、变化多端的社会运动 进行分析和整理 了解这场运动的起源、力量的来源和局限 这些人有很多 我们有留意法庭網新闻 或者留意其他不同的新闻 也有说 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出来做什么 行动者?这些行动者你不说? 是不是? 那些新屋岭 金将军乱传 这些你不说? 是吗? 他自己看到这些东西觉得很愤怒 所以就乱传 乱传 乱说 作文 你又不看? 为什么? 是吗? 就是把骚髒那些 全部都掃到地毯底 就不让人看到 只是写到自己 整班人都很神圣 那些 不要这么贱格 这些 不要怪用贱格 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些人 那些人 都说到自己很神圣 那些人 也要说 他们对未来 香港社会和政治影响 不用对未来 现在已经看到了 是吗? 现在已经看到了 行动者 你都神圣的 这些人 这些人是暴徒 很多都 疯的 对于警察那些 刺警男那些 你不说? 是吗? 那这些什么人? 你不要跟我说社会逼成 如果这样 有个人跟我说社会逼成 他这次就不是警察了 是无差别的 那怎么办? 刺你那怎么办? 刺你那怎么办? 是吗? 社会逼成他 那你原谅他 会不会啊? 李立峰 这些都很不知所谓的 这些说法 还好笑 他说 这本《时代的行动者》 就不打算全面回应那些问题 本书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说这一谈 叫做 开始 有什么人参与 他说 随着这些行动模式 和抗争的多元化 不少市民 或者已有社会身份的人 例如社工 医护 中学生等等 都会参与这一场运动 又会通过 这个行动 获取到 行动中 独特的身份 例如什么前线 守护者 国际线参与者 就说 到时候 会用这些不同的 崗威的人 做一些切入点 去说一下 如何塑造这一场运动 那些暴徒 你不说 私了那些不说 是吗 什么国际线 什么守护者 家长车 犯法 大人 然后又说什么 武大台 又说什么 什么 武大台 当然 美化 武大台 就是避免到一些什么 运动里面 很多时候出现一些 内部冲突 和斗争 往往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会 因为要奪取 这个中心领导 所代表的权力 和要掌握到那个权力 所以很重要 不过另一方面 他们经常说 什么网络 什么法器 什么什么 其实都老点了很多人出来 搞到到最后 变成了一个精彩的人生 要坐牢 或者留案底 什么大三把 四条一 11月11日 什么大三把 什么黎明行动 什么古灵精怪 甚至乎 什么理大为成 要出去 什么围艺救照 听到那些人说 以为四面坐歌 四面坐歌的解决方法 就是为了救照 那些人走出去搞事 那你就活着了 现在你自己都抓了 你觉得 你解不解决到这个问题 还是你觉得 你自己这样 犧牲了自己一生的前途 还是觉得OK呢 是不是 那之后我说一下 其他什么不同的战线 什么和理lunch 爱丁堡集会 什么舞大台状态 真的很棒 哇 自己不知所谓 其实这些书 你当笑话 那样看 其实都OK的 有说一下 那些都挺好笑的 有些人又会 做不同的角色 什么前线安抚 社工有牧师 组成了这个 守护孩子的组织 还有呢 以和理非的形式集会 支持这些暴徒 就叫做银发祖 这些害人不淺 这些银发祖 最可怕的 害死这些人 这些暴徒出来的 都可能以为这些银发祖 支持他 什么工会战线 国际战线 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 意欲和客观环境 集中到不同的战线 这个还说了 他很开心的 这个李夏峰 这个反修例运动 简直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 不是全民参与 全民失控 是吗 其实呢 当时有一些感怒不感言 我都见过不少朋友 见到什么连龙场 眼冤 为什么当时 《猫腔编辑》 我们会做节目的时候 都很多人听 我们说一些 反对这些暴徒行为的节目 就是因为有些人感怒不感言 很想听一下一些人 说出他们的心声 说一下他们 原来的看法 都是跟我们自己一样的 他们那口气输不出来 你以为真的认同你 只不过不敢出声 不怕私了 不怕被你们起底 因为你们太多人害怕 不要说自己 那么高尚 那么神圣 李立方 你倒转看 不要 一来倒果为因 二来将这些人 神圣化 合理化他们所做的事 又说到有些设计的人 不同的东西都出来帮忙 全球发起什么文章 登报纸 卖广告 世界触目 你只说这些东西 你登下来当然是触目 有整班水鱼 夹钱 给全球那么多份报章 登头版 或全版广告 就是说香港的事 走啦 核二 这些 人家当你水鱼 是不是 又说什么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平时做的事 不要以为他们 对社会没有关心 就是说每个行业都各自各发挥 就是原来每个行业各自各 都有这么瘋的人 是不是 他似乎都觉得科技方面 或者社会环境 令到一些人能够在网络上组织 再更加建构到一个网络 构成一个网络 大家明不明白这个意思 在网络里面连结到他们这些人的网络 其实就是两体 他们因为这些人的DNA 都是狗咬狗骨 和互相猜疑 就算网络也是这样的 网络也是他们自己的网络欺凌 他们会在网络欺凌自己的人 留言骂哪个哪个 时代的行动者希望他没人买 今次我们暂时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